其实主腹手是什么呢 其实是手部的湿疹 简单来说湿疹很多地方都会有 而主腹手就是手上出现了恒量的症状 从而有湿疹 但叫做主腹手 传统来说是女生负责多数做家头世母 照顾上夫教子 她是主内男主外 但因为粗劳得多就有主腹手 但其实现在绝对不对 很多男士都帮忙一起做家头世母 很多名厨、顶尔那些全部都是男的厨师 所以其实现在我们通常看到 不是女生的专利 而男生也会有 而另外一方面有些人为什么会有主腹手 其实可能有时候清洁一些车梁 其实也会有 所以绝对不是主腹才有 所以不要称之为主腹手 主腹手的自问缘 最常见就是一些洗洁精多 其实很多不同的东西 比如洗碗的用品 或者洗头或者那些理化师 或者她可能做一些工作上 常常会接触一些东西 都会有这个问题出现 现在最常见就是 酒精搓手液 或者不同的消毒产品 都有机会令皮肤受伤害 总之简单任何的化学产品 令皮肤保护网受损 都会容易引致手部湿疹 而且最简单有些人其实不关他任何的清洁用品 如果有些人对清洁有要求 可能有少少潔癖的 很紧张的干净情感 不停洗手 洗得手很久 长期湿疹 都有机会有主腹手的情况出现 主腹手和平时我们说起的湿疹 就真的有很大分别了 因为主腹手和外在的接触有关 就是绝对没有家族遗传的 因为传统来说的湿疹 最简单来说可能是 爸爸妈妈有这个病情 他自己就会有 而那些湿疹来说 一般都是几岁已经开始有了 很小的那些有 而那个湿疹全身都有的 面、身、手、脚、脚 一些出汗的位置 面的位置都会有 但是主腹手和平时主腹手 只是手方面有 跟家族遗传无关系 还有外在才会有影响 还有指望都差很远 如果一般平时在濕疹的人很害怕 又是家族遗传 又是传给下一代 又是很难屠尾 其实主腹手来说 相对屠尾容易很多 因为你避开一些致问缘 其实它的指望会好很多 主腹手的治疗其实非常简单 第一样一定是预防了致问缘 预防的致问缘的意思就是 如果那些工作上可以不做的话 当然会很少机会再进入主腹手 如果这么幸运 你另一半可以帮我洗碗的话 当然来说 你有主腹手很快便会洗得好 但没办法 如果家人帮不了手 都是要自己洗碗的话 可能就要买一些手套 其实避免直接接触刺激物 其实都会改善手部的湿疹 很多人想着一定是用那些类固素 其实不是的 其实很多时候主腹手 第一个防止是预防 第二个是护肤 护肤的意思是 多塗几次润肤膏 其实有机会帮到手 而最后如果真的塗肤膏都不行的时候 就视乎什么情况 如果皮肤有损口的时候 可能塗抗生素的药膏 如果情况很痕的话 或者有些水脂的时候 可能用一些类固醇的药膏 但一般来说 我们都建议类固醇药膏 没事的时候就不需要用 但保湿肤膏就长期使用 再减低湿疹或者猪保湿复发的机会